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输入N个正整数 保证每一个数 在1万的范围以内 然后呢 让你输出 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数 大家感受一下 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 按照我们前面的思路 我们有一种 非常显然的做法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输进来的N个数 干嘛 排个序啊 我们前面是不是 已经学习了 选择排序跟猫跑排序啊 我们排个序以后 比如说你输进来是 13143 一排序呢 假设我们是按照 从小到大的话 变成11334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要统计这些数里面 出现了几个不一样的数 我非常简单 我只需要看 当前这个数 如果跟前一个数不一样的话 我answer 加1 对不对 你看1加1了 0 这个1跟这个1一样 不错 这个3跟这个1不一样 所以再加1 对不对 然后这个3一样 不错 这个4不一样 再加1 答案就是3 有三个不一样的数 分别是 134 对不对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并没有把题目里面 那一个 在1万以内 这个条件用起来 1万以内的条件 好 那么下面 教大家一个 非常有用的东西 叫技术思想 技术思想 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不是学了数组了 1万以内 对不对 1万以内 对不对 我们用 F 给大家实际演练一遍吧 这个F数组 这是0号位置 1号位置 2号位置 一直到1万号位置 对不对 好 来了一些数字 比如说来了一个1 来了一个1 我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这里没有 对不对 好 这里打个标记 为1 表示我有1 好 比如说来了一个1万 好 这里来了一个1 来了一个5000 这里来了一个1 对不对 好 如果又来了一个1呢 又来了一个1呢 有没有关系啊 因为这里已经有1了嘛 我就不做了 然后呢 最后我统计一下 这个F数组里面 有多少个地方有1 有1就表示有这个数 不就可以了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把它看成是一些灯 一开始呢 灯全关的 然后呢 来了一个数字呢 把对于的灯 干嘛 来了一个 点一个 点一个 来了一个 点一个 来了一个 点一个 来了一个 点一个 对不对 因为只会在这1万里面嘛 然后最后呢 我检查一下 有多少灯是亮着的 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所以本质是什么 本质大家是 我们用F I 我们对这个I 做了一下文章 是不是对这个I 做了一下文章 大家感受一下 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一起 先编程实现一下 经合代码 好理解一点 定一个F数组 F数组 那或者A数组也可以 1万 01 对不对 1万01 主要是A0到A1万嘛 一共1万01一个元素嘛 然后呢 N 定义N 或 I从1开始 I小于点N I++ 定义什么 每一次数 读一个X进来 好 读一个X进来 我就把 X前面的灯 点起来 在那点之前呢 你先要把这个F数组 初始化 把所有灯 全部关掉 1万 对不对 因为正等数嘛 没有0 FI 等于0 什么意思呢 把所有的灯 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一旦读一个X 好 看好了 FX等 大家好好地感受到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什么 把 X 的灯 开起来 那如果它本来就已经开了呢 那没关系 当然你可以写一个 更优美一点 如果 FX 等于等于0的话 我来FX 等于1 对不对 已经等于1了 我就不做了 是不是这样子 已经等于1了 我就不做了 好 这样做完之后 大家感受一下 是不是里面一些灯 就点起来了 好 下面我要统计 有多少灯 被点起来了 我们递给变了 Answer 等于0 对吧 我从1号灯 开始检查嘛 我从1号灯 开始检查 注意了 有些地方是N 有些地方是1万 好好感受一下 这个区别在哪里 好好感受一下 这个区别在哪里 好 然后呢 如果FX等于等于1 就表示 应该是FI 如果FI等于等于1 是不是表示 这盏灯 被亮起来了呀 这个时候干嘛 Answer加加嘛 对不对 因为一个位置 每一个灯 只会被问一次嘛 只会被问一次嘛 最后输出Answer 就可以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有五个数 1 1 2 1 3 1 1号灯 2号灯 3号灯 理解了没有 技术思想 理解了没有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 看这句话 FI 表示 I 是否 出现过 如果FI里面是个1的话 就表示 I出现了过 如果FI里面是个0的话 就表示 I没有出现过 是这样子啊 大家好好地看一下 好好地看一下 N 表示有N个数嘛 每一个数一进来 就让FX等于1 因为这里保证了X都是什么 少于等于1万的 所以我可以用FX 那如果这个X超过1万了 是不是就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个灯的位置给他呀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来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问题五 输入N个正整数 保证每个数在一万以内 然后呢 将这N个数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在前面 当然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按照 我们前面的排序来做 但现在我让大家用 技术的思想来做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用技术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只要是 当这个数字不是很大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便利一变就好了 以后大家会学到 时间复杂度的概念 就是说它会跑得更快 用选择呀冒泡呀 它是N方的时间复杂度 它跑得慢一点 但它对数字大小是没有要求的 而我们技术排序 一定要求数字在一个 可控的范围内 那么下面让大家 在问题四的基础上 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还是因为fi 我们来画个图吧 我来画个图 刚才我们已经学了 用fi等1 表示这个数字出现过嘛 对不对 我们好比是有一堆什么 一个f数组嘛 我们使用fi等1表示出现过 fi等0 表示没出现过 是这样子 那我们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排序嘛 在这里比如说 来了个3 0 1 2 3 好这里有个1 好来了一个5 好 4 5 这里有个1 好又来一个3 我们怎么做呢 就有两个3了 有两个3 我们这里再加一个1 有2 感受一下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fi 表示i 出现了几次 对不对 那怎么输出呢 很简单 我们从第一个位置开始检查 0我们就不用做吧 没有 没有 好 两个3 两个3怎么办 两个3 好 没有 一个5 一个5 好 同学们 还好了没有 335 还好了没有 理解了没有 好 核心是用fi表示 i出现了几次 然后呢 一个个放进来 这个呢 就称之为什么 技术排序 这个呢 就是技术排序 显然他对每一个数字的大小是有要求 好 那我来编程实现 我来看一下 f 输入N或排层 前面先把f速度成空 读一个x f x 加加 感受一下这句话 fx 加加 就表示我x又出现了一次嘛 对不对 好 加完之后呢 我要 它是按照从小到大 好 我要每个位置检查 先从一号位置开始检查 对不对 好 这里面其实我们先行个f语句来方便你们理解 如果fi不等于0 就表示这里什么 表示什么 表示i出现了 它出现了几次呢 好 注意了 for j从1开始 j少于等于fi j加加 感受一下 比如说fi里面是个2的话 数表是有两个啊 好 那两个嘛 我每一个都要输出一个 i嘛 看到没有 理解不理解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五个数 11 4 4 2 3 12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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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8 看到了没有 理解了没有 三个1 两个2 两个3 一个4 一个5 一个10 看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技术的思想 所以我们学数主就为了的fi s下标 fi是直 看到没有 一为数主 一为数主